- 台灣新聞台灣您支持的極限大家好 我是陳雄薇 在這個世界非常混亂的一個當下 其實對民眾來說就是需要出現一個英雄 來提振大家的士氣 至少在台灣現在棒球場上 就有一個英雄用一顆一顆的火球 來讓民眾宣洩他們心中 最近很悶或者很不滿的一個情緒 這個人不是別人 就是在大聯盟效力 台灣的旅美好手陳偉英 一生懸命的陳偉英 今天在對白襪隊的比賽裡面 主投7.1局 拿到了她的破自己單季最多勝記錄的第13場勝投 在這個值得慶賀的日子裡面 我們一開始當然就要先來介紹一下 到底陳偉英在2014年的時候 為什麼會這麼帥 我們先介紹今天參與討論節目的來賓 首先是資深的媒體人王瑞德 熊偉好 大家好 資深的媒體人胡孝辰 大家好 國際情侶專家賴月謙 熊偉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文史觀光者宇遠炫 熊偉好 大家好 還有民視資深的體育主播陳建軍 熊偉好 大家好 好 13勝真的是可喜可賀 接下來到球技結束 陳偉英每在多拿一場勝投 都是把記錄繼續往上提升 而且還有機會來瞄準 也就是王建民保持的19勝 台灣投手在大聯盟單季 最多勝的一個紀錄 一起來看看今天他比賽的畫面 第三度上十三勝扣關 陳偉英第一局就遇上難關 這球剛好打到全壘打場頂端 Goodbye home run Garcia delivers the long blow And the do nothing first inning lead for the white socks 白蛙用兩分砲開場 陳偉英沒有受影響 狀況好的沒話講 精英單場三轟 讓陳偉英第十三勝挑戰成功 他主投7點1局只用86球 飛擊出6之安打13分 演出7-3陣一次保送 陳偉英拿下今年的第十三勝 創大聯盟生涯單季新高 中場精英4比3顯勝 連三場很少白襪 拿下最近的第十勝 棒球是台灣的國球 特別是看到我們台灣的選手 在大聯盟有這麼好的表現 陳偉英今年球季 真的是投出了超過他以往的 一個更好的一個成績 所以我想對建軍哥來說 播了一整季 都看到陳偉英这样好的表現 你現在今年到今天 看到他破紀錄 平常你看到這種振奮國家 這種台灣之光的這種事情 你最容易感動到哭的 你今天有什麼感受 你一定要提哭這件事 不過事實上講到陳偉英 今天拿到十三勝 真的很高興 而且我今天在整個 轉播的過程當中 看他投球 現階段他的狀況 好到讓你覺得 你看他投球是賞心悅目 真的 那當然如果能夠贏球 當然他自己投得好之外 隊友今天也打了三八拳 也打了幫忙 所以整體大家的一個 好的表現 讓精英隊今天能夠贏球 那陳偉英拿下十三勝 我想這個十三勝 對他來講意義重大 因為他上到大聯盟 今年第三年 第三年 對 然後過去最多單季十二勝 那拿到十三勝 代表你還是可以維持 你是一個強的投手 每年都有十二勝 十勝以上的 就是沒有掉下來這樣子 還是往上爬的 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 陳偉英也證明了 他自己已經是 真正站穩大聯盟的腳步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今天這場勝投 對於他自己 對於整個精英隊而言 精英隊今天靠他拿勝投 現階段的戰績 已經是今年到現在為止 最好的一個戰績的狀況 真的 我有感覺到 你在電視上 你眼眶又泛淚光 又紅紅的那種感覺 真的嗎 但是這個時候 大家就要來討論 陳偉英投了這麼好 到大聯盟第三年了 但今年呢 其實呢 好像呢 過去一直以來 所有的焦點都放在 如果說亞洲投手來講 都還是日本的那幾個 錢那麼多 為什麼就是 陳偉英其實成績 都不輸給他們兩個 我們就拿代表性的兩個 一個打比修 有一個是田中將大 跟陳偉英來比較一下 就知道到底是不是 陳偉英真的是太委屈了一點 當然 當初呢 他從日本職棒 周日龍隊跨海挑戰 美國職棒 當然 當時他的一個能力 或者實力 到底怎麼樣 其實美國的球隊並不清楚 那過去當然 包括松阪大夫最早 然後後來有田中將大 打比修 當然他們去挑戰 已經在日本 也是成名了 而且是 日本等於是第一號的投手 所以他們都能夠拿到 非常高的入閘金 給母球隊 他自己也簽了 很好的合約 像打比修 我們看他今年年薪 是一千萬美金 那田中將大 是兩千兩百萬 那陳偉英事實上 今年第三年 才407萬 其實少很多 這可能要待會再解釋 他的合約 其實是包裝期 還不是一年一年薪 他之前三年前加入的時候 就簽了 所以沒辦法 他這一年就只能拿這個錢 所以事實上 他今年已經是 上到大聯盟三年以來 今年是最高興 因為他每年都有加 對 每年都有加 但事實上加的幅度並不多 但是我們看 他已經拿到13勝 你光跟打比修比就好 十勝一千萬美金 然後他現在13勝了 407萬 事實上是 極度大 對於基因隊來講 算基因隊算是中小市場的球隊 所以事實上 陳偉英這樣的一個表現 對基因隊來講 當初所簽下那個三年合約 加明年還有一個選擇權 第四年的合約 對基因隊來講 真的是賺到 賺到 但是對陳偉英來講 會不會就會有點後悔 真的是 事實上 根本就應該要跟他 簽短約拿多一點 而且他的身價 是真的有值這個錢 當然我們以現階段的狀況來看 好像當初 經濟公司幫他簽的那個合約 的確是 讓陳偉英是太委屈了 但是我想 以球員來講 陳偉英其實還年輕 現在還29歲 那明年約走滿30歲 他只要能夠今年投得好 明年繼續保持下去 未來我想 他跟打比修 跟田中加拿大 簽到這種一年 一千萬美金以上的 所謂的複數年合約 是絕對有機會 那是可以超越 王健民打破 這個台灣投手 在台灣選手 在大聯盟的紀錄 因為王健民最多是500萬 500萬美金 前往甚至追上他們兩個 其實成績上來說 是合理的 對 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今年陳偉英拿到13勝 今天來講 達到這個里程庇 我覺得是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以接下來 8月的下旬到9月份 他接下來所有 每一場的先發 我想都是一個再突破 所以都值得球迷來注意 真的是要在每一場 都要看下去 但還有一點就是呢 我們說陳偉英 好像不是說 因為是我們自己人 一直在說他好 其實他的好 美國人 這些人 美國大聯盟的轉播單位 也都看到 今天的球賽裡面 還特別把他跟 賽洋獎級的投手 拿來做一下比較對不對 對 所以這是美美獎 不是那個女孩子的美美 是美國的媒體 你好幽默 所以今天在轉播當中 事實上 Glaven是美國近代來講 非常著名的一個左投手 我想90年代很多資深球迷 大家看亞太亞大勇士隊 都知道有個三巨頭 沒錯 那唯一的一個左投手 那也拿過兩次賽洋獎 五次單季二十勝 前段時間才進入明天堂 這個Glaven 事實上他的投球的一個動作 甚至他投球的一個形態 包括事實上他不是完全以球速取勝 是一個很聰明 技巧派的 也有一定的速度 這樣一個左投手 那陳偉英拿來跟他相提幣錄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大的意義是在於說 其實陳偉英前兩年 大家不太注意他 大家看到都是 什麼田中降大 或者是所謂的柳賢政 或者是打筆修 現在我覺得美國媒體 真正注意到陳偉英 就也發現他其實不是說 第一年是幸運或者是什麼 是他一直保持才 而且是越來越好 所以拿他跟名人堂的投手 都來做比較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 對於陳偉英在美國的知名度 或是說美國媒體 對他的一個所謂實力的認同 我覺得是一個指標性的意義 我們知道陳偉英 像今天錄影之前 製作人也問我說 那今年陳偉英 有沒有可能得什麼獎 事實上 當然各種獎 以滲頭來講是有機會滲頭 但是我覺得金手套 其實他也有機會 因為其實陳偉英的守備非常好 但是金手套是美國的 媒體記者去投票 那有印象分數 對那是一個印象分數 或者是說你的知名度 或者是你整體的成績 那其實我覺得 陳偉英過去可能 大家比較沒注意他 現在美媒 注意到他之後 我想未來他得金手套的機會 其實也是有 甚至就在今年 好啦不止美媒啦 這個台灣的那些 真的美媒 其實也應該要更注意到 陳偉英 你也好幽默 還好啦跟你學的 你沒有謝謝我 對我謝謝你啊 但是重要的重點 最後就來做一個總結 就是其實陳偉英在台灣 其實受到關注度 其實也沒有說 大家應該要符合他 應該要更熱鬧 因為他真的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要跟他做一個定位 你怎麼看他今年的成績 你覺得讓你最 讓你又眼眶會濕濕的 那種感覺 對這個講到 我小時候我的偶像是郭太元 當初大家日本人 把他當作是台灣的國寶 因為他能夠到 第一個到日本職棒 先發投手 揚明立外 後來當然 王建民在大聯盟 揚明立外 我想這個陳偉英現在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樣 其實這樣的一個 這個棒球的投手 或是選手來講 其實都是台灣的國寶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能夠 在大聯盟 站穩腳步 同時發光發熱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難能可貴的一個 能力跟成就 而且他也很努力 我想跟所有台灣人一樣 大家都是努力 在自己感受上打拼 而且就像你說他 他越投越好 而且他表現都在進化 越來越聰明 對不對 跟你一樣 所以你更應該要繼續關注 對我也是跟選偉英 大家互相抵議 所以事實上這個陳偉英 他這兩三年來 我們看他 其實他也許一開始 就像他的合約 一開始不是很好 因為可能美國人 不是那麼看好他 可是他證明了 他不斷的在進步 他適應大聯盟 他不斷的 在今年也一樣 投球也慢慢 大家說他投球局數 不夠長 最近這即將比賽 他用球數精簡 把投球局數拉長 然後為球隊贏得勝利 總教練之前常說 他勝投出全隊第一 好像內容 都還是沒什麼感覺 可是最近這即將比賽 陳偉英 我覺得他用實力 跟內容證明了 讓總教練閉嘴 沒話講 其實就是 他就是球隊最多勝的投手 因為他有那樣的實力 好 所以就是 真的是希望球迷 其實也要繼續 他接下來每一場比賽 要持續關注 對不對 好 謝謝這個建勳哥 今天帶來的 這樣子精彩的一個分析 但是我們講說 運動 有益身心健康 這個是大家都公認的事情 而且還可以讓你的人生 更加的光明 更加的清晰 有未來 所以這個運動 好 但是千萬不要碰毒品 因為最近最熱門的新聞 就再次證明了 沉淪毒海 真的是最不好的示範 而且你被抓到了之後 怕坐牢 怎麼辦呢 就只好把所有的親朋好友 通通跟你一起一起把他給料杯啊 料出來 以後誰敢跟你交朋友呢 這個人現在就是龍之子 房祖民 來看這個新聞 難兄難弟 吸毒被逮 但現在傳出遭殃的不只房祖民 和可真東兩人 兩岸3D演藝圈有不少人挫淚蛋 外傳房祖民為求四寶 供出族圈內幕 北京公安掌握了一份120人 中港台藝人名單 其中包括2CEH 這三名男星有演員也有歌手 都與房祖民交情匪淺 而且大麻來源如今更指向 很可能是由台灣F姓男藝人提供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這名F姓歌手 不只投資台北市兩家夜店 本身也是嘻哈勞蛇團的成員 後台很韻 家族軍政背景非常雄厚 好 雖然看電影常常說 秦和義值千金 但大難臨頭的時候 好像自保才是真的 所以就把這個親朋好友 可能有跟他一起開Party的 通通都給廖北亞廖出來 你這叫他老爸成龍 秦和以堪 沒有錯 這個事件的最新的發展是 有關於香港的雜誌 跟一些大陸的網友 合力寫了一篇報導 我說合力寫了一篇報導 意思就是說 成龍已經見到了房祖民了 他非常的生氣 非常生氣 我是反毒禁毒大使 你怎麼可以給我吸毒 一吸八年我都不知道 還在我送給你28歲生日的豪宅 現在價值8.5億台幣 對不對 所以他見到他了以後 第一件事情不是抱著他痛哭 怎麼了 一腳飛踢啊 飛踢5公尺遠3公尺高 我想黃祖民現在應該死啊 為什麼 5公尺遠3公尺高不就死了嗎 哎呦 這個新聞應該 就把他踢到5公尺 這個新聞 因為基本上根據這個 等於說我們新聞界的一個 等於說專業知識的研判 應該是不存在的 可是那封面都貼寫那麼大字 香港很多的媒體報導 通常都是很聳動的 不管政治的還是媒體 娛樂版的 他通常是聳動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沒有錯的話呢 陳隆到現在都還沒有見到黃祖民 是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像柯振通 他的爸爸媽媽 跟他的經紀人陳志平 不是昨天已經見到了柯振通嗎 因為最主要原因是柯振通自己本身 他現在是屬於行政的拘留 也就是說他因為吸食 單純的吸食大麻毒品 他被判14天的拘留 14天後就給你驅逐出境 兩年內不能進來中國 那麼可是黃祖民不一樣 黃祖民除了他提供場所 供人吸毒之外 是不是有提供毒品供人家吸毒的問題啊 提供場所三年以下 提供毒品再加上提供場所 那可不是三年以下了 所以呢現在還在刑事的拘留 那個過程當中 那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規定 是可以聘請律師 律師可以跟他律見就對了 可是呢 家人就不可以跟他見面了 所以應該還沒有見到 除非用到特權 否則應該是沒有見到 而且聽說媒體有拍到 這個陳隆想去見兒子 可是見不到兒子出來 非常那個等於說 情緒非常低落的一個畫面 所以律師一集回來 所以非踢應該不太可能吧 那不過這一踢雖然不可能 但是另外一踢呢 而且踢的港台中三地的這個藝人 大家好 膽戰心驚啊 為什麼 最近去機場看一下 怎麼啦 很多藝人可能都出國了 什麼事啊 最近沒事 港台中三地藝人不要出國 為什麼 出國而且超過一兩個禮拜 不回來的 就有問題嗎 因為沒有錯的話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義氣為先啊 講義氣 絕對不可以隨便供出兄弟哥們 本來就是啊 不過為了脫罪什麼事可以幹 有差別啊 黃祖民如果沒有錯的話 又沒有坐過牢 所以第一次坐牢 你要想想想想 柯震東判14天拘役 對不對 在裡面就在牆壁上畫一個證啊 想要出來對不對 就是畫等日子啊 以黃祖民現在的罪性對不對 一個牆都不夠他畫 你知道嗎 對他畫不完 因為他至少要三年啊 所以這種狀況下 相信中國的公安已經跟他等於說 類似我們的屋頂證人 等於說跟你講條件啊 你多供出來對不對 我可以讓你求情啊 跟法官求情 讓你不要判清一點 然後就 黃祖民當然是很講義氣 是 先供要頭 再供一起兄弟們 一起呼麻的 應該是沒有錯 這是哪門的義氣啊 目前講出來的 對對好 目前 目前所知道的線索 源源不斷地從中國那邊傳出來的線索 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這個要頭的部分呢 直指是台灣的一個 這個地下這個嘻哈樂團的一個成員啊 號稱是F開頭 我們又出現這個所謂 英文數字的這種代號就對了 F開頭 那其中當然昨天網友就有人啊 影射是某位歌手對不對 然後這個等於說他旗下的這個 這個費性的這個 不過呢 人家今天出來澄清啦 不是我 不是他 不過被人家找到說 確實有跟他合影的照片 認識跟柯正東黃祖民都認識 不過他說不是我 但現在就被點名嘛 對還在臉書上罵人 說說你們這些傢伙怎麼亂罵人 對不對 那另外呢 被點名的120個港台中三地的男女明星 你說被點到120個啊 對 我們有一個報道 昨天有一個報道說 之前啊 這個九年前七年前八年前 有一票那個藝人被逮捕 總共九位嘛 九位台灣的藝人呢 那那些人因為呼麻 啊所以呢 這個可能會被重查 這個新聞事實上是不存在的 為什麼不存在呢 這個檢察官 針對所謂的淹毒無犯我們有定期的人口的 那淹毒人口的定期的這個查查嘛 不過對於樂界的話呢 初次換把你送去樂界 視為病人啊 不過這次雖然過去那幾個老藝人沒有事喔 但是呢 台灣確實有一些藝人包括香港也都被點名了 在這個名單裡面 事實上呢 根據現在的法律規定呢 我們兩岸人民 我們簽訂的兩岸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嘛 還有共同打擊犯罪跟司法互助協議 對方極有可能已經把房主民的指控的筆錄 傳真來給我們的刑事警察局了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錯的話呢 藥頭最主要他其實是要抓藥頭 賣大嘛 一定有人賣給房主民嘛 而且一賣賣到115公克那很多啊 量很大 這兩這幾年來他吸毒8年 但是這兩三年來一直有 云源不斷的這個貨源 所以現在中國公安急著要斬斷貨源 抓到最上有的藥頭 事實上小藥頭他們都抓到了 那最上有的藥頭要斷 現在呢 既然黃主民說最上有藥頭是在台灣 那刑事警察局 當然我們兩岸打擊犯罪嘛 所以一定要 那只要黃主民的這個等於說 相關的那個筆錄呢 傳真來台灣以後視為共同證據 所以我們就可以根據請事檢察官員以後呢 是不是要進行監聽 是不是進行搜索 然後是不是到時候想把他約談到案 所以台灣的藥頭絕對跑不掉 如果是你 絕對跑不掉 那這些明星 我為什麼說最近出國要小心呢 因為有些明星已經一個一個被點名了 這個女模 漂亮的女模 然後哪些跟他很親近的什麼CW WC 不知道是誰啦 不過我相信大家其實心裡有數啦 為什麼你曾經進去過了 因為他大陸公安都已經把相關這幾個月來 黃主民在北京的預所的 那個監視器都調出來了嘛 誰進進出出的 大家心裡有數嘛 所以呢最近呢沒事不要亂出國 為什麼呢 尿液雖然只有三天的驗大麻的這個期限 但是你的毛髮一個月1.2公分的速度去漲 就算你把它理光頭都沒有用 就算把眉毛剃掉都沒有用 因為還有藝毛 還有身體垂毛 還有身體垂毛 全身除毛 全部都全身除毛以後 他可以從你的毛囊直接取起來驗毒品 所以還是不行就對了 所以只要你還活著你就跑不掉了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這個風頭裡面呢 就會暫時出國大壁風頭 但是這樣反而變成瓜田裡下 好這樣子呢 大家一起開派對 常常一起聚在一起呼麻的這樣子 我們所謂的那種吸毒的這種情況呢 其實你要是探究中國的歷史以來呢 也不是沒有典故跟故事的 所以呢當然就要請教遠炫哥 這是幹嘛 就是本來就流行毒樂樂不如重樂樂的意思嗎 如果回到古代那個環境裡面 他不會認為那是毒品 他認為那是聖品 養生的聖品 蛤 你就說那不是毒品啊 真的啊 因為毒品這種觀念是近代才有的 在他們那個時代 尤其是漢代以後的這個 我們知道竹林七賢嘛 經常就聚集在一起 喝酒 服藥 那服藥是服什麼藥 就是我們認為的毒品 這都是有記載的 就當時他們的這種藥品呢 叫做五石散 五石散是非常有名的 從漢朝一直流傳到唐朝的時候 才告一個段落 害死了大概上百萬人 那五石散是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一堆礦物 就包括像什麼石硫磺啦 白石英啦 紫石英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有個優點 就是它能壯揚 所以呢 吃了它以後 還是為了那個效果才吃的 其實是 那個中國古代的那些道士 在研發一些所謂的這種防中術的這種聖品 那麼他們從漢代的這個名醫張仲景那邊 看到說這個五石散 那因為裡面是用礦物去做的 所以他們就去實驗 實驗成功以後就發現說 吃這個藥 吃完之後你全身燥熱 然後你會突然之間好像發瘋發癲那樣子 可是你把體內的這個熱氣散開以後 解開以後 你會有一種虛脫 然後全身輕飄飄的 好像在當神仙的那種感覺 你現在講起來就好像跟我們在坊間流傳 聽到這種吸毒品的這種情況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是在鴉片還沒有傳進中國的時候 中國自製的一種毒品 那這種毒品呢 誰去提倡它的 是當時東漢的大成像曹操的女婿 叫做何燕 提倡這個東西 他提倡這個東西 因為他吃了以後覺得這是一個好物 好東西就要跟大家來推薦 然後為什麼他要這種東西呢 因為他這個人是稍微比較好色一點的傢伙 他是這個曹操女婿金香公主 金香公主偏偏偏長得不好看 所以他旁邊有很多好看的 所以他就一定要服用這個藥 然後他就跟很多人去講說 這個藥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來吃 但是手續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要控制那個症狀 你把這個症狀給去除掉以後 你才會有得到那種快感 那種快樂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衛進的人 就是流行那種做寬大的服裝 對不對 然後他們很喜歡漸走 叫做行傘 在古書上如果我們看到行傘 這兩隻漸走的意思 那為什麼他們喜歡漸走 穿寬大的衣服 還喜歡穿木雞 為什麼呢 因為要散熱 吃了這些毒品以後 非常的熱 五十傘吃下去以後全身燥熱 他一定要去散熱 而且散熱過程當中 他要不斷的吃東西 來保持自己的體力 吃的東西還不可以是熱的 一定要是冷的 所以五十傘被稱為叫做寒石傘 所以這兩千多年前就有這種大家一起 還提倡大家一起吃藥的這種情況 但是這只限於上流社會 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沒有辦法接觸這種東西的 因為這算是一個高貴的盛藥 當時不叫做毒品啊 可是你的後遺症很強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把體內的熱給散去的話 像東晋的時候有一個名士叫做黃虎蜜 他吃了這個藥以後就沒辦法 沒辦法去散開 他體內就非常的燥熱 燥熱到什麼程度 他那天吃的時候是下雪 他全身把衣服脫光 排斥熱 裸體 然後狂奔 狂奔以後還是熱 熱完之後怎麼辦 吃冰 還是不行 他就猛吃冰 大冷天下雪的天氣 然後脫光裸奔吃冰 還覺得不夠 那時候的藥就這麼強啊 非常的強 等到他這個整個虛脫完之後 他就覺得很後悔 因為他這個醜樣子都被人家看到了 他就告誡人家說 這東西是碰不得的 可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去碰 因為魏晉南北朝嘛 那個時代就是一個亂世 德國不正的時代 大家開始去逃避嘛 你知道當時有一個 竹林七賢一個叫王榮的 王榮呢 當時聽到說司馬家族要殺他的時候 他馬上說 ちょっと待會 我要去上廁所 上完以後 就聽到 噗通一聲 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他跌到糞坑裡面去 因為他吃那個藥 神智不清 然後整個跌到廁所裡面去 很多人把他救起來 全身臭得要死 可是他也因為這樣子 逃過了一劫 吃這個也可以有幫助就對了 那個時代有那個的 他的無奈啦 但是這個毒品是不好的 一直傳到唐代的時候 原枕這個詩人 他也服用五十傘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五十傘是影響很大的 至少在那個年代裡面死了上百萬人 沒有統計到的數字我們都還不知道 所以在中國那麼早以前就有這麼嚴重的毒害了 毒品真的是碰不得啊 先請大家稍微偏個廣告回來 研究你的這個國際情勢呢 繼續要看到中東地區啊 原本呢 和平的曙光好像又破滅了 又開始你轟我 我炸你了 馬上回來 好世界很紛亂啦 看到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原本都說要和談了 讓大家以為呢這個加薩走廊的居民呢稍微可以喘口氣 沒有想到四十枚的火箭炮呢 又轟過去之後完蛋了 又變得你轟我我炸你了 怎麼會這樣子啊 賴教授 談到最後的關頭的時候談不下去 但是時間已經到了 因為停火五天 結果雙方就說好 再延長二十四小時 很好啊 繼續努力啊 這個一延長二十四小時 雙方都同意以後 沒有多久 以色列就指控 就說哈馬斯你打了三枚火箭彈 在停火的當下嗎 對 那哈馬斯說我沒有打啊 那到底怎麼回事 哈馬斯說我沒有打 所以哈馬斯指控是你 以色列栽贓 以色列說你有打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哈馬斯沒有辦法 完全有效的控制他的小支隊 如果他的紀律不夠嚴明的話 那如果他的小支隊的確有發三枚火箭彈 那情況就不一樣 可是如果說他的小支隊 確實也都沒有發三枚火箭彈 而以色列說他有發三枚火箭彈 那也不對啊 對啊 為什麼這種和平的當下 結果你還要去栽贓 也說不通啊 兩邊都不通 你要不就是趕快說 好那我們還是繼續停火 但是來調查 你有沒有發三枚火箭彈 可是這個時候 以色列馬上採取空襲行動 就是你遇到了被炮擊 他馬上就轟回去就對了 對 因為以色列說 你又違反協議 這已經是第十幾次了 我已經不能再忍受了 馬上就實施空襲 可是這一波空襲啊 嚴重了 怎麼了 因為啊 連續兩天的空襲 把這個哈馬斯的指揮官 軍事指揮官的太太 跟他七個月大的小孩打死了 就在這一波空襲裡面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以色列也承認 他們的空襲的對象 是要炸死這個大夫 結果炸到了他的妻小 對 結果大夫沒打死 把他七小打死 那完蛋了 那嚴重了 這就完蛋了嘛 這沒得談了 我覺得這已經沒得談了 因為坦白說 到了這個地步 把人家的七小打死 其實這個部分裡面 以色列的情報機構 還有我覺得要負責任了 好 那你看看 把人家七小打死的話 那麼哈馬斯 他們馬上就發射了 一百四十枚火箭彈過去了 那就等於兩邊的核彈的代表 可以解散了嘛 對 你講的沒有錯 就真的解散了 對 那所以以色列馬上召回 他的這個談判代表 你這時候沒得談了 那一定打了 那巴勒斯坦本來 巴勒斯坦跟哈馬斯是分開 巴勒斯坦的代表 本來還在那邊停留 第二天也就撤回來了 現在的情形是 以色列又進行空襲 不過我覺得這次以色列的空襲 是有節制的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 後面的空襲就不以他們的住宅區 反而是炸在那些空曠的地方 來展現他有能力 但是他要縮小傷亡 不過我們看起來 目前以巴之間 可能和談和平的方案 越來越渺茫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遺憾 但是中東的這個戰火 再看過去旁邊一點點 還有就是伊拉克 伊斯蘭國的這一個問題 其實也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特別是讓全世界 我們現在所謂的文明國家裡面 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 為什麼這個國家 他們的信仰可以這麼根深蒂固 讓他們的手段 這麼樣的兇殘 手法這麼樣的殘忍呢 就算殺人就算了 而且就算搶搶民女 奸淫掳掠 都還可以覺得理所當然 我們看起來不可思議 但是在國外就有專家 做一個研究結果 其實還是跟他們的 信仰宗教有關 對 繼美國總統歐巴馬 正式聲明這個IS伊斯蘭國 不應該存在於21世紀之後 有狠話 對 印尼總統今天也跳出來講話了 說這個IS這個伊斯蘭國 因為印尼是全世界 這個等於說啊 這個穆斯林教徒最多的國家 跳出來說這個國家是 這個組織是野蠻的 那呼籲全世界所有的 這個穆斯林的領袖呢 集體抵制 甚至於要消滅這個地方 有出來講話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他們的IS伊斯蘭國呢 他們所作所為 已經嚴重的違背了人性 熊貴你要知道 日本在二次大戰時間 南京大屠殺之所以會被人家 臭罵 臭罵到現在對不對 最主要原因除了屠殺之外 還有就是對女性的性侵害 甚至於奸殺 那些種種的惡性就對了 沒想到伊斯蘭國 完全不亞於當年的南京大屠殺 他到目前為止已經俘虜了 1500名以上的這個雅茲迪 然後還有一些基督教徒的婦女 把他們當作性奴 還稱這次的他們的 那個等於發洩他們受益的 這個戰爭叫做性戰 那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我們有提到雅茲迪村莊 因為不同的這個宗教 所以強迫他們信教嘛 難得給你四次機會 問到第三次的時候呢 你如果還是不願意信這個 等於說伊斯蘭教的話呢 就直接鞭打 第四次的話直接槍殺 女的部分呢 就直接把你不管你信不信 改不改信 全部把你當作姓吳 就是姓紀軍紀就對了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太過殘忍了 那其中一個包括 已經懷孕八個月的孕婦 直接透過想盡辦法 透過管道 傳遞了一個紙條 到了他的先生的手裡 跟他先生說 他的位置大概是在 哪一所國小的那個教室裡面 不是叫先生請美國人來救他 是請先生想辦法透過 這個反抗軍 透過這個等於說相關的 這些軍隊呢 通知美國人的無人飛機 把他給炸死 他死都不願意接受 這些人的凌辱 就要把他給炸死 都甘願 一起被扶的另外96名的 這個雅茲迪的婦女呢 幾乎都遭到輪暴 不管年紀多大了 小朋友還是什麼都一樣 所以非常的殘忍 而且呢 就在這個此時此刻呢 竟然有一位親哈馬斯 我們要特別強調 親哈馬斯的一位學者呢 自稱自己呢 從可蘭經裡面呢 解讀了阿拉甄主的 等於說他的說法 認為說 這些行為都沒有 違反可蘭經的規定啊 因為他說可蘭經裡面說啊 你這個聖戰士呢 你從等於說打戰的過程中 從敵人 從異教徒所搶到的 用你的右手 其實就是去跟對方拼鬥 對不對 去廝殺 所搶到的物品 包括男人女人小孩 牲畜等等 都是屬於你的財產 所以呢 事實上呢 但是他不用講清楚的是 阿拉有說 男人在付出一定的聘礼以後呢 可以取多妻為切 要付出一定的聘礼 也就是說要經過一個 等於說 比較人性化的一個過程就對了 那他就直接把他曲解成說 這個本來就是異教徒嘛 異教徒本來就是聖戰嘛 聖戰把你們殺了 搶你們的女人 然後呢 性侵害他們 甚至於把你賣掉 當作妓女 剛好娘 還可以這樣解讀啊 這樣解釋了以後呢 他所有的行為全部都解釋了 全部都合法了 異教徒公開把你斬首 剛好娘 他就變成把他的自己的行為 不斷的讓給他等於說 全部給合理化 當然這種言論一出來以後 引起全世界嘩然 因為如果如此一來 全世界都變成禽獸王國 禽獸國家了嘛 這個地球就變成禽獸在 畜生在正立的嘛 那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啊 目前為止呢 讓IS 伊斯蘭國 除了美國空襲之外 還讓他們非常恐怖的 他們比美國無人飛機的 還可怕的是誰呢 是什麼 是土耳其的庫德族 工人黨550名的女戰士 怎麼說啊 那為什麼他會讓他們害怕呢 庫德族這些IS的 這些武裝分子 不是很兇狠嗎 對啊 他們為什麼會怕這個女戰士呢 為什麼會怕庫德族呢 有的女戰士還比個V 你知道嗎 還長得還不錯嘛 原來他們的教育規定 如果你的死亡是被女人殺死的話 你的靈魂不能上天堂 你的靈魂不能上天堂 他們一再 他們其實就是用一種教育 然後來統治下面的人嘛 不客氣的說啦 就是用一種比較一個教育 擴大解釋或是曲解這個教育了以後 讓下面的人可以相信我們 最終目的都是上天堂 沒錯都是為了上天堂啊 所以大家為了賣命 都是為了上天堂 那如果被女戰士給殺了那就不能上天堂 所以一旦發現對方是女戰士的話 心理壓力又會很大 那如果萬一550個出來 那還得了 更諷刺的是 本來這個土耳其庫德族的女兵啊 本來被英國跟美國列為是國際恐怖組織 那現在不是啦 沒有錯 現在是國際拯救英雄 因為現在的國際恐怖組織都很激烈 你知道嗎 這算四季的 然後伊斯蘭這一季的 所以森林核赤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所以現在呢 包括這個伊拉克的庫德族對不對 跟他們這些土耳其的庫德族 合流了以後呢 美國人聽說已經 美國任務已經悄悄的提供他們相關的武器 共同來對付現在一季的 國際最恐怖的IS 伊斯蘭國的恐怖組織 好這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我們講說他們做了很多兇殘的事無法理解 其實還有一個隱憂啊 值得歐美甚至全世界一起來關注啊 就是呢 他們呢 其實在海外招兵買馬的這個行為 有可能會像滾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會不會造成隱憂呢 為什麼怎麼講 就是呢 前兩天公佈了 他們的這個伊斯蘭國 公開在網路上播放一段 要斬首美國記者的這個影片 引起了美國人的震撼 更震撼的是 那個筷子手 不是他們伊斯蘭國 我們所謂的中東的這些民眾 而是一個英國人 哇 這樣就很嚴重了 既然英國的人去當筷子手 殺了美國人 是不是就凸顯了 他們在全球都有佈局 都有這個伊斯蘭國信徒的危機呢 對 而且呢 他們故意安排一個英國人 這是條工的就對了 條工的 安排一個英國人 來殺掉一個美國的人士 太狠了吧 太狠了 而且這個行為真的是很要不得 然後目前是他們把整個過程 把整個過程把它拍下來 拍下來以後在錄影帶裡面 然後在推特裡面放出去 現在目前在全世界散播 當然以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已經一直在提醒 不要轉播 不要轉播 不要再看了 不要助長他們去 但是你越這樣強調 反而會更好奇 其實轉播的越嚴重 轉播的越厲害 所以目前來講 全世界幾乎一堆人都看到 這樣的一個畫面 好 那現在的情形是 他們被殺了以後呢 這個傳播效應有多大 在上個月 在上個月敘利亞他們就招募了 6300名 ISIS 又新招了6300名戰士 這裡面有1000名 來自於歐洲 這也太多了吧 越來越多 好 那我們也看到 整個亞洲的局勢也在轉變 這個就是為什麼剛剛 瑞德會提出來說 一年的總統都要跳出來講話 太嚴重了 他們有可能自己也會受到影響 已經影響了 例如說像菲律賓已經有兩個 原來的這種蓋達組織的 也表示他們要效忠 馬來西亞有一個組織 他們也要求要在馬來西亞 要建立哈里發這樣一個國家 好 那麼印尼也是最大的穆斯林王國 如果印尼也有一些 極端主義也跳出來的話 那怎麼辦 同樣呢跟這個國際紛爭有關的呢 一樁新聞發生的是在法國 大家可以想想看 到底是什麼團體或組織 可以這麼大膽在法國光天化日的武裝來去搶劫 阿拉伯石油大王 這個阿拉伯國王的王子 是王子的身份像太子一樣這個身份 就在法國被搶劫 不過也很奇怪 這個王子被搶了之後感覺好像沒差 繼續去渡他的架 好像是被搶慣了是吧 真的 這年頭連王子都敢搶 你還有沒有天理啊 還有沒有王法 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 他都被搶這個王子說實在有點糗啊 為什麼糗呢 因為他每次出門的時候都必須要帶50個保鏢加上水蟲 他是帶軍隊出去啊 他每次出去的時候就好像那個 神明出遊一樣有沒有 荒浩蕩蕩蕩一堆人在那邊 結果還會被搶 為什麼被搶呢 我跟你講這個阿拉伯的王子 41歲叫阿基茲 他是那個已故的那個阿拉伯的國王 法德親王的那個妖子 也最喜歡的一個兒子 然後呢他這一次到法國去了 先住在那個喬治武士那個士忌酒店 住多久你知道住45天 那很貴的酒店 他帶了都50個人有沒有 一住就住了45天 可是他是阿拉伯的王子 那個錢對他來說小事 當然是 他就寄他的老爸以前留在帳上的王子 他住了45天之後 然後有一天的時候他就想說 我住爽了對不對 我要回家了這樣 回家的時候一個浩浩蕩蕩的車隊 我跟你講不是一部車兩部車喔 浩浩蕩蕩的大車隊 浩浩蕩蕩的車隊 還有五十個水壺包括這位老大 然後呢就開始就走 要往機場方向走 走的時候到了一個小教堂的 一個地鐵站的時候有沒有 突然間有沒有 有幾部車就過來前後一攔 攔下來之後呢 一口氣攔一下整個車隊 整個車隊攔下來之後 然後把槍有沒有就亮出來 一亮之後呢 沒多久 一個子彈也沒打出去 什麼 還有五十個像軍隊一樣的保鏢 應該是槍林彈女才對啊 這是一群酒囊飯袋 真的啊 然後呢 搶完之後搶了多少錢你知道嗎 搶了33萬歐元 就把他車上的錢給搶走 大概差不多一千萬台幣 也就算了 還把一堆那個所謂的外交機密文件有沒有 通通拿走 這不曉得到底是在搶劫呢 還在搶這個文件 一槍都沒有反抗 對啊 一槍都沒打出去 怎麼回事 我不曉得五十多個在幹什麼的 可能再立馬一下子 全部都趴在地上 對 然後呢搶完了之後就跑了嘛對不對 跑了之後沒多久 大家就在想說 到底到底是為了這筆銀子呢 還是到底是為了那個文件 那個一個手提箱裡面的文件 結果後來之後呢 警方就找到了 就距離這個案發地點 大概40公里外 就找到這個歹徒所用的叫張車 一看的話 結果發覺怎麼樣 錢當然不見了 還閃了一些阿拉伯文字的一些文件 閃在那個後面 沒有帶走 但是閃在那邊 重點又來 重點就是說 還有一些藥物在裡面 我們在想 是不是這個歹徒有沒有 開嗑藥有沒有 嗑到一個頭暈掉 然後去搶王子 但他可以搶五十幾個人 那也很厲害 也很強 對 那大家想說 這個王子到底有多了不起 為什麼搶那文件 因為他在之前的時候 他前任的阿拉伯的一個 這個叫做 內閣部長委員會的一個秘書長 所以他有接觸到很多的機密文件 那這個人呢 他也很有錢 我跟你講 有錢兩個字 還不足以形容他 他叫有錢就靠北 你知道嗎 連北都靠不出來 這麼多錢啊 對 因為他有三架飛機 平時中兩架 我念出來 大家都知道害怕 你知道 波音777 另外波音737 那大飛機 都是大型 還不是私人 什麼懂 台灣什麼懂 那個小小飛機 那差很多 大飛機 而且呢他飛機上面就有雄鬼有興趣的 真的啊 飛機上面有沒有都有一些白人的妙齡女子空姐 哎呦 那不然空姐你有歧視 那怎麼 沒有啊 人家喜歡妙齡女子的空姐 那很好啊 對啊 所以他就有這樣子的財富 難道他妙齡男子的空少嗎 這個可能就賴老師比較喜歡 真的啊 反正重點是他很有錢 他很有錢就對了 那現在目前被打劫了對不對 心情就很壞嘛 那心情很壞之後 大家想說 那你是不是該滾回老家去有沒有 稍微療傷一下 不是 我跟你講他心情不好 所以呢他就轉到西班牙 就要一比薩的一個度假小島去 繼續去玩就對了 繼續去玩了 那同樣的帶那50個飯桶去玩 是啊 還是帶去玩啊 全部玩帶去 那大家想說他到底有沒有到那邊去幹嘛呢 我跟你講 講他上一次就好了 他上次去那個就是一比薩那個島的有一個餐廳有沒有 光給小費給了多少錢 323萬台幣 小費就300多萬 大概差不多8萬歐元這樣 有沒有錢 真的是太有錢 羡慕嗎 羡慕啊 大羡慕啊 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這邊看到呢 有王子被搶劫 那麼看到中國發生的情況呢 則是呢 有兩派人馬為了申請世界遺產的問題呢 吵了起來 這是中國的福建呢 決定要把一個呢 傳說中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 或者真的發明這個礦世神功的這個大人物呢 給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誰呢 看這個電影就知道 看這個電影就知道了 我們看到這個電影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到處於 我們下個遊戲 會不會下個遊戲 下個遊戲 做一個遊戲 有點兒 運用 吹人 小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剛剛那個太極拳 其實是拍電影 真的太極拳不是那個樣子的 但是為什麼會因為申請太極拳 成為世界遺產引起爭議呢 就在剛剛這部電影的 太極張三豐裡面 到底張三豐這個人呢 創造太極拳是真有其事 還是傳說故事 都搞不定的情況下 拿著張三豐的名義 要申請世界遺產 這叫確定是歷史有所本的 河南的城市太極拳 城家溝發明的太極拳 情何以堪 所以就吵起來了對吧 遠軒哥 對 太極拳真的是非常的妙 你知道全世界有超過3億人口 在學太極拳 這麼喜歡學 100多個國家地區 在推廣這個東西 大家都喜歡 對 這個武術是推廣的非常的 很多地區很盛行 那這樣文化遺產OK啦 文化遺產應該是可以OK 可是不OK的是張三豐啊 為什麼啦 張三豐到底是誰啊 對不對 你知道在明史裡面 記載張三豐 有 有 上面就寫著說明太祖 還有明永樂皇帝 兩度去尋找張三豐 就這樣 然後沒了 就沒了 就沒了 有沒有找到也不知道 沒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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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張三豐這一派的這個道家 被稱為叫做隱先派 就是躲藏起來的修道人 或者是給他另外一個名字 叫游龍派 游龍派就是這個 像老子一樣 孔子見老子 老子如有龍也 叫游龍炮 游龍派意思就是說找不到 然後也沒有 很多事蹟 其實通通都是神話 在歷史上面有一種說法 叫做成壘構成說 也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人其實你不太瞭解他 可是越到後世 資料就越多就越清楚 大家就變得好像是真的一樣 就好像跟真的一樣 但是你去看那些真的 其實通通都假的 我都只有看倚天屠龍記 他在裡面很厲害 所以我們認為說 張三豐創了這個 太極拳嘛 對不對 俄眉派有滅絕師太 那你去俄眉山去找俄眉 找說滅絕大師在哪裡 這是哪來的啊 所以那都是故事 沒有辦法考證就對了 沒辦法考證 包括張三豐的籍冠 你知道現在一般的說法 就是張三豐他是這個 遼東 益州這邊的人 可是也有人說他是閩南人 他是福建少武這邊的人 所以這邊這一次是福建要幫他 福建少武這邊的人 就是說我根據地方治 因為證史完全沒記載 我根據地方治 我知道他出生在這裡 所以他所創的太極拳 你當應該要這個 申請世界遺產嘛 對 那其他幾家 你知道太極拳的這個 門派很多的有陳氏太極 對不對 有吳氏 有陽氏 有王氏 有趙寶 很多家 除了陳氏以外 其他家通通遵從 這個張三豐的太極拳 是啊 通通都遵從他 所以他們在這一次的這個 生疑的時候 就把這幾家 通通附掛在一起 就是說我申請的時候 連同的這幾家的太極拳 也並算起來 那你這樣的話 就獨漏了哪一家 就是陳氏太極拳 對啊 這有些電視劇都有拍的故事啊 說這個陳家沟的太極拳 才是太極的起源 後來陽氏都是跟著他 後來才傳出去的 這是在上個世紀 30年代的一種說法 就是有人去考據 認為說這個 在河南 陳家寶 有個溫縣這個地方 溫縣出兩個很有名的人 一個是司馬懿 三國時代司馬懿 大家很知道 另外一個就陳王廷 陳王廷被視為是 他們的創始人 可是有另外一派的人說 陳王廷根本就不是 他的創始人 他沒有創這個權 他頂多創了陳家權 他沒有創這個太極權 去否定他 所以又有爭論 那否定他的人是誰 就是武當這一派的人 兩邊就互相否定 就兩邊就互相否定 所以這裡面就是 有這種正統之爭 那張三峰更有這種 歷史上面 可能有這個人 可是大家找不到 也無法證實 而且當初永樂皇帝 他要去武當山蓋那個廟 武當山本來叫做太越太和山 後來改名叫武當山 所以那邊蓋很多宮殿 墓地是什麼 墓地是為了要追捕建文皇帝 它是一個政治墓地 並不是真的說 他那麼從信 這個張三峰 說他可以 張三峰可以賜給大家 什麼仙丹之類 可以養生 不是政治墓地 還是大過於這種 宗教上的信仰 那現在這樣感覺是沒辦法解決 就不能夠折衷一點 就申請太極權就好 不要分那麼多派 當世界遺產 不然怎麼辦 福建那個地方 他就想說 我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來讓這個地方能夠繁榮 所以他就找了一個這樣的故事跟典故 希望這個故事跟典故 能夠行銷的出去 那誰知道 陳家仁就會認為說 你已經獨漏我了 還這樣子打壓我 所以之後呢 可能就有得吵了 我們再請大家稍後 片個廣告回來 要告訴大家 在中國我們讀傳說故事 可能有聽過盲俠 看日本呢 有聽過盲劍客 那現在到美國 你有看過盲的神槍手嗎 看不見也可以開槍 待會回來 有聽過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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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美初 帮帮忙 我们常常说子弹是不长眼的 但是呢 如果呢 真的情节 生日世界里面 有人像刚刚电影的刘德华一样 他的角色是看不见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可以合法的拥有持枪执照 就是呢 开枪的都不长眼的话 会不会太恐怖了一点呢 这样的故事就在美国啊 没错 日本有盲剑客 在美国有牵着可鲁的盲人神枪手 真的啊 牵着可鲁啊 牵着可鲁 真的牵还假的牵 真的牵着可鲁 是啊 那这个叫做那个麦克威廉斯 他是这样 他十岁的时候他就失明了 失明之后他十八岁也是从军 我觉得美国在这个部分上面 还是蛮照顾一些这种 有可能身体有残障的人 他十八岁从军之后呢 就他荔枝要当神枪手 对 他十岁就失明了 然后他荔枝要当神枪手 所以他当时在军中 跟那个射击教练的跟他讲说 我荔枝一定要当神枪手 这要怎么当啊 听完之后 那个教练有没有 吓得到处乱跑 那是啊 那他当训练他开枪 那还得了 乱开万一教练自己 被打到的话有没有 那找谁讨啊 对啊 看不见到底要怎么开枪 他就用一种所谓的那个 听声便位 他有一种回音器 他用回音器的方式有没有 然后呢 去辨识这个所谓的标靶的位置 你不要小看这样子 这样子的能力 我可以讲 他居然几乎百发百中 神枪手啊 是 被他练成精了就对了 是 结果后来之后呢 他想说呢 我在军中退下来之后 那我总可以当个教练吧 不要闹了好不好 他那时候想说 我可以当教练吗 当什么教练 我跟你讲 你听完之后 那警察局长都想要辞职不干 为什么 我怕走到路上 不想要打到我这样 他说那叫好不好 你先来考试 他真的去找警察局 就是去报告 是他真的去 然后他说那你先来考试 好歹还先考完 考完之后有没有 然后你觉得OK的话 我们再发给你执照 那个所谓持枪执照 对 他那天就牵着他可路了 又去 就变变叭叭叭叭叭叭 就居然领到了这个 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 就通通都考过就对 对他现在还是涉及教练 我跟你说他现在学了一百多个人 还专门来跟他学就是 没错 厉害吧 那那个警长当初不真的是傻眼 他也不能不搬是不是 这是美国的唯一 我会讲这个不是对 对那个烂的压力 一定要使得最厉害 是要很厉害